在漫威宇宙中 星爵算是位比较特殊的英雄 先后送走了自己的养父和亲爸 最后还一拳打出了复联寺 拥有半神的血统 却没有半点神样 平常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听音乐和尬舞 星爵小时候失去了母亲 从九岁之后就被接到了外太空生活 成为了破坏者永固的养子 多年后 他也成为了破坏者的一员 这天 他在莫拉革新遗迹里发现了一颗宇宙灵球 刚拿到手 身后就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追兵 星爵假装认怂 趁对方不注意 一脚踢开白色小球秒杀了旁边的小兵 然后迅速拔枪射击 捡起了宇宙灵球 但并没有解决掉它 他爬起来一枪炸开了墙 星爵开启头盔 启动火箭削逃了出去 在一群杂兵的追捕下跳进了飞船 逃之夭夭 随后永渡给他打来电话 问他为什么没带着宇宙灵球来 并谴责他没有遵守破坏者的行规 但星爵打算独吞这笔生意 随后挂断了电话 永渡气的脸都绿了 立刻发出悬赏令 让手下捕捉这个逆子 按星号战舰里 罗南的手下克拉特告诉他 宇宙灵球被一个叫星爵的破坏者抢走了 原来罗南对山达尔星积怨已久 为了给自己的克里族人报仇 他和灭霸达成了交易 给灭霸弄到宇宙灵球 灭霸则帮他毁掉山达尔星 被灭霸派来协助罗南的卡摩拉主动起立 表示自己一人就能夺回宇宙灵球 山达尔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帝国守护 火箭浣熊和格鲁特在此收到了悬赏通告 目标正是不远处的星爵 星爵带着宇宙灵球找到买家 买家一听到罗南也看上了灵球 生意都不做 立刻就将他赶了出去 刚出来星爵一眼就看到了旁边的卡摩拉 一看到美女 他就开始装了起来 结果话还没说完 卡摩拉就抢走了他手上的灵球 星爵见状扔出一个能量锁控住他 两人在地上比划时 小浣熊将他扑到了一边 星爵趁机拿起灵球就跑 但被挣脱束缚的卡摩拉追上 他迅速将推进器放在了卡摩拉身上 让他飞到了一边 这时背后的格鲁特一麻袋就套住他 就当小浣熊准备去领赏时 卡摩拉拿起武器走了过来 这时星爵爬起来就跑 被小浣熊用电榴弹击中 跳了个闪电舞 最后众人统统被山达尔星部队抓走 将他们一一送进了监狱 两人刚进入监狱 一个靓仔就看上了星爵 格鲁特直接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火箭浣熊一下在监狱里树立了威星 但卡摩拉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监狱里的人大多都遭受过罗南的迫害 其中有一个叫毁灭者的大哥最怨恨他 其妻女都死于罗南之手 但最后在星爵的劝说下 毁灭者放过了卡摩拉 几人通过聊天 发现卡摩拉早已背叛了罗南 他那边由买家出价40亿来收购灵球 于是几人彻底达成共识 得到的钱他们一块平分 就在几人商量越狱计划时 格鲁特触发了监狱的警报 格鲁特被数十架无人机击毁 他瞬间炸毁 一拳一个无人机 这一幕确实有点好客的感觉 火箭浣熊爬到格鲁特身上 这时毁灭者打倒守卫 给小浣熊扔来了武器 拿到武器后 他们瞬间进入了反击状态 格鲁特此时输出全炮的武器 于是几个乌合之众正式成立了队伍 卫兵拿着火箭筒杆 危急时刻 火箭浣熊激活了反重力系统 借助无人机的催力离开了精力 几人取回自己的装备后 登上了星爵的飞船 前往了虚无之地 在这里他们终于见到了卡摩拉的满家 正是雷神里的那个宇宙收藏家 星爵拿出宇宙灵球 在收藏家的帮助下 他们打开了灵球外壳 发现里面原来是一颗无限宝石 收藏家告诉众人 这就是力量宝石 拥有着足以摧毁一个文明的威力 一旁的女仆人听到后 以为翻身的机会来了 准备抢先一步夺走宝石 结果身体承受不住宝石的力量 被瞬间摧毁 巨大的爆炸也将收藏家的保护回一带 格鲁特第一时间带着小浣熊逃了出去 卡摩拉立刻冲过去合上了灵球 几人围在一起讨论怎么处理灵球 卡摩拉认为应该交给星星军团宝宝 火箭浣熊想将他交给罗南换取自保 而星爵还想用他和勇度换起 结果下一秒 罗南的飞船就追了管流 原来是毁灭者为了给亲女报仇 偷偷向他发起了决斗邀请 卡摩拉等人赶紧跑进了工业飞船 带着宇宙灵球跑里 罗南走出飞船 完全不把毁灭者放在眼里 他只想得到灵球 毁灭者见状主动出击 却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灭霸的小女儿星云带手下追了上去 星爵和浣熊为了掩护卡摩拉 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另一边 还在和罗南1V1的毁灭者被一顿痛 然后被打晕丢进了臭水中 最后卡摩拉的飞船被星云一炮打爆 宇宙灵球也被抢走 星爵为了救卡摩拉 不顾自身安危冲出飞船 将自己的面罩戴在了他头上 最后永渡的飞船赶来 就走了两人 格鲁特救其毁灭者 用树枝做针灸救了他 现在罗南得到了宇宙灵球 不久就会摧毁山达尔星 火箭浣熊想去宇宙的另一顿地盘 但格鲁特坚持要去救星爵他们 于是三人决定一同行动 此时飞船里 永渡已经把少俭对准了星爵的喉咙 但毕竟是自己养子 并不舍得真正杀掉他 星爵答应和他合作夺回无限宝石 永渡在众多小弟面前得到了台阶下后 爽快地放过了他 此时浣熊找上了门 得知星爵没事后 也归入了队伍里 众人聚在一块商量好行动计划后 正式成立了银河护卫队 这应该是漫威里最嚣张的反派 前一秒当着灭霸的面干掉了他的手下 后一秒就对灭霸出而罚了 将无限宝石站位的机会 罗南打算以一己之力摧毁山达二星 事成之后还要回来取灭霸的小命 罗南率舰队来到山达二星 永渡的破坏者舰队也一面而战 炮弹爆炸散发出的能遮住了敌剑的使用 他们从下方潜入 火箭换熊驾驶飞船首先发起冲锋 即火将船体封出了个扑篷 这时罗南手下倾巢而出 山达二星指挥官也开始采取行动 星爵和永渡舰通道也开 随即朝铺隆赶去 但半路上永渡被敌击刮中 坠毁在了地面 大难不死 但被一群小兵包围 永渡舰撞 敞开外套 武师已到 立刻绣了波针线火 星星军团的胜利飞燕号舰队赶来支援 他们集中在一起 绘成了一张密集的金色巨王 减缓了罗南战舰的登陆速度 星爵一行人通过窟窿冲进了飞船内部 格鲁特为众人照亮了黑暗的道路 卡摩拉和妹妹星云展开了对决 星爵等人则碰上了克拉特 双方一番殊死搏斗后 毁灭者终结了克拉特 格鲁特伸长守地 一个人挽起了串串乐 罗南命令部队对城市展开全面进攻 火箭浣熊驾驶飞船赶来阻止 破坏者舰队在城市周围形成了对空 罗南利用力量宝石击溃了星星军团的防御 与此同时 星爵等人终于赶到了罗南面前 他瞄准罗南启动的让炮 然而罗南有了力量宝石后刀枪不入 防御力极强 根本拿他没有办法 正当众人陷入危机时 火箭浣熊驾驶飞机朝罗南对了火 剧烈的爆炸时母舰失去了动力 开始迅速下坠 格鲁特健壮张开双臂 生长出一层层的树枝 包裹住了他们 小浣熊舍不得格鲁特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 最后飞船坠毁在了山大二星 罗南从一片废墟中完好的走出来 然而他跟所有反派一样 开始逼逼来来 这是星爵开始了他的迷之操作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一回头 火箭浣熊和毁灭者佩洛 一炮射中了罗南的锤子 下一秒星爵一跃而起 抢先一步抓住了力量宝石 但他并没有被宝石吞血 而是和队友一块控制住了力量 随后他们利用宝石消灭了罗南 为了应付永动 星爵将假的宇宙灵球交给了他 将真正的力量宝石交给了星星军团保管 几人回到了飞船 一同前往浩瀚的宇宙 浣熊把格鲁特的树枝栽在盘中 又长了出来 这部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